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三十几户人家 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后期 这个小村落开始迅速膨胀 破障 特别是建国前的一两年间 大量无业平民 蜂拥而至 终于是这平挖地 仍满为患 成为清大市区内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大爷 您那个时候是不是挣点钱都弄到房子里了 都弄房子了 连肆带都弄多的了 弄多的 地瓜干的 瓶子 家里是你不弄地方 弄什么事 这不合房 冲去堵住了就合房 就这么意思 你就有信任的也不包装给房子 你就也吃 这些没劳 谁也没信任的也不赚那个钱给我 所以现在要是 要是这么出什么 就有福了 小展示 你亮亮你自己的地方有多少平房 该起路来就请你多少平房 就是你的 你卖店 不管活的 你的无一样 就去你员 上去 上去 你这样的地方 该什么让这路 也是这个让这路 就是那两家 一家一个轮 离后了 到一家东北 那个什么村 一套 两家一个轮 两家一个轮 都是这一套路 都是一家 两家一个轮 建了一个轮 一块儿,一块儿,一瘦字。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你脱脱脱口不得先一起看啊 好 就给您自己留吧 OK